李卓人議員 謝謝院長 我們請貝提名人陳教授 請貝提名人 光委員好 恭喜陳教授 也算是同事 是 我們老同事 所以我相當歡喜願意恭喜您 但是基於監督的角色 本席還是就事論事 您的專長在憲法跟行政法 本席就想從這個角度 跟您探討一些事項 第一個 剛剛您脫口而出有一件事 不知道會不會變成新聞 我想先請教你要不要修正或收回 剛剛陳教授表示 我們立法委員人數減半不符合國際潮流 從學理上 選理上 就實務上 這個部分 有點為難了 要不要修正 但是這些可能 在我的著作裡面有更相當詳細的說明 我想互符合民意 您剛剛的這個主張 或者學理你可以這樣談 那是我尊重民意 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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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責任政治的概念來回答委員的質詢 然後巧妙地閃過了這個問題 可是您知道考試院是不是應該要虛極化 是不是應該要廢 它是屬於憲政體制的三權分立的問題 還是屬於行政權分裂或行政權整合的問題 它不是分立 它不是制衡的概念 它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概念 可是它是三權分立當中不是分立而制衡的概念 它是行政一體或行政分裂的概念 對不對 是 跟委員報告 我所有從以前到現在的對憲政體制的理念 都在我的著作裡面都沒有改變 我不要去讀你的著作 我要你現在回答我 你認為考試院所長人事行政的權限 是屬於行政權內涵還是應該跟行政權分裂而平行的權限 是屬於行政權的一部分 是嗎 所以我們之所以要廢考試院 是為什麼 是因為國家的體制把它從行政權切割出去 所以它不是重疊 而是跟人事行政局雙頭馬車對不對 是 所以呢 我要再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 你認為從憲政體制上來講 既然它是行政權的一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回歸行政權而相對獨立 你知道日本的人事院也是所屬內閣對不對 是 它也是內閣的人事院對不對 然後人事院有三位委員 是不是 是 三位院士 而這三位院士他們不但要超越黨派 他們還要超越學法 這個你曉得 是 那它如何維持它的獨立性 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日本的人事院 它是屬於內閣喔 是 它並沒有從行政權切割出去喔 它相當於我們行政院面所屬的人事院喔 是 那但是它如何保持相對的獨立 它如何保持獨立 報告員 它是屬於行政權一部分沒有錯 來來你告訴我 日本的人事院你有沒有研究 呃這個部分比較沒有研究 但是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機關 算是人 行政權內部的獨立機關 可是它的獨立機關 它的 只有三個人 是 它的院士只有三個人 就夠了喔 是 可是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獨立機制 它的獨立機制是什麼 是 內閣所屬的人事院 是 它對於自己本身 或者是它所屬的法律案 以及它自己本身的預算案 是 它可以跟內閣的案平行送國會 是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 所以相對之下 相對之下 用這樣的形式 來保持它的超然獨立 換句話說 它應該是內閣權限的一部分 可是當它基於獨立性 它跟內閣的看法不一樣的時候 它有這種機制 可以平行送到國會 來作為一種獨立的機制 那你學行政法這個部分 我希望你下去了解 所以 考試院 就是考試委員撿到三個 所以跟委員報告 我為什麼贊成內閣制的原因 是這樣子 這個內閣制無關 我們都在談行政一體嘛 內閣制也有內閣權力 一體不被切割之需要啊 是不是 好 不要顧左右而言它 你去談什麼內閣制 這其實都沒有回答問題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該屬行政權的被孫中山先生切割出去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的人事行政總長 在考試院會議裡面 是小三耶 他是練習人員耶 他跟誰同時變成練習人員 我們來看一下考試院的會議規則 他跟考試院的副部長 副秘書長 同等級被當作練習人員 你看 考試院會議規則第二條 下列人員應出席 而他的最後一項 考試院秘書長 副秘書長 考選部 全序部等等 但他們要練習人員 做很多的 要談論 他要認識 這要求 是很重要的 他要問他 他要選擇 那一定要 他要選擇 廁所 所以他不去 他是選擇 但他要選擇 一個人 他要選擇 你說是不是 是 正確 對 好 很好 所以整體考試院的整體的制度設計出了問題 在憲政體制上它出了兩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它讓行政權分裂 第二個問題它造成雙頭馬車 第三個問題它讓行政院屬於人事行政的首長 矮化了變成考試院會議裡面的練習人員 來 我們來看一下制度可以怎麼改 你看看憲法裡面規定 考試院是治考試委員對不對 考試委員若干人 沒有說多少人 它有沒有說要用合議制啊 有沒有 沒有 它有沒有說要設考試院會議 然後考試委員要參加考試院會議 有沒有 也沒有 陳文法沒有規定 是不是可以形成憲政慣例也是可考慮的一個方式 它不是憲政慣例 它是法律體制啊 我們就用考試院組織法 跟考試院會議規則把它制度化了嘛 那那個設計 那個設計不是靠慣例 那個設計是變造了憲法之後的法律制度 你來看為什麼我說有變造 我們來看看考試院組織法 考試院組織法的第七條 第六條它先說考試院要設多少部門 第七條它說考試院會議的成員 今天有委員說 部長 選區部長 考選部長沒有投票權 那是錯的 依法 他們是跟考試委員平等 而有投票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考試院組織法的第七條裡面規定 考試委員及前條各部會首長組織之 院長 副院長 考試委員跟部會首長 共同變成考試院會議的成員 都有投票權 如果憲法規定的 是隱含有 考試院是合議制 考試委員是決策體制 如果憲法有隱含這樣 那考試院組織法就違憲啊 他怎麼可以把權序部長 跟考選部長 還有保訓會主委 怎麼可以把他拉到 憲法所規定的 合議制的體系裡面 把他放進去 當決策體裡面的成員呢 有沒有變造 有沒有 是 尊重委員以前 你有沒有想過 你來這裡之前沒有好好做研究 所以你看看 尊重委員在憲法跟行政法外面 也是我的前輩權規 反而是你教憲法 我教行政學 我不是教行政法 可是這方面我比你還要研究的深入 所以 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 它從憲政體制設計上就出問題 所以我們在實際的運用上 只好把憲法的規定拿來做變造 而事實上你也不要說是變造 為什麼 因為憲法本來就沒有規定 你知道司法院有大法官對不對 大法官解釋憲法 那大法官有沒有參加司法院會議 沒有 你那麼小聲沒把握 不行 沒有 因為這不是我的資權 對啦 這是你的專長 要有信心 大法官沒有參加喔 好 那我們說司法獨立對不對 所以司法院會議 司法院院長當主席 他當主席 然後最高法院的院長 行政法院的院長 行政法院的院長 高等法院的院長 是司法院會議的成員 你認為這個會議 應該是首長制獨任制的會議 還是合議制的會議 你覺得 這要看這個組織法跟憲法的規定 是怎麼樣的一個 因為行政院是首長制 對 行政院是首長制 是首長制 沒錯 那你認為司法院呢 也應該是首長制 應該是首長制嗎 那如何落實司法獨立 本集告訴你 因為他是做司法行政的部門 法律規定上面 法律規定上面 其實是有矛盾的 在院長身份上 考試院跟司法院的院長是一樣的 行政院院長在行政院主司法裡面 行政院院長的職權是指揮監督行政院所屬機關 他有指揮兩個字 可是司法院跟考試院院長的權責呢 法律規定呢 是只有監督沒有指揮 所以他們比較不像首長制 院長的權責 總理願務 監督所屬機關 但是行政院院長是 總理願務指揮監督所屬機關 所以相較之下 從法律面的這個條文來看 司法院跟考試院的院長 是被設計成為一個合議制的主席 而不是首長制的主席 可是偏偏司法院很矛盾 司法院的會議規則 裡面有一條 我們來看一下司法院的會議規則 裡面呢 第八條呢 他又在規則裡面把它設計成為首長制 為什麼 討論後 司法院會議 討論後 由主席做成決議 所以 陳教授 現在問題出來了 從憲法 從五院的組織法 我們國家 對於這五院的體制的設計 已團亂 隨便他設計啦 所以 我可不可以把考試院設計成為 非有考試委員做決策的 請向首長制 我可不可以這樣設計 是 OK 可以 是 OK 委員 您剛才講的 整個憲政體制混亂 我非常贊成 所以我才認為 應該要重新 整個憲政體制 要做整體的考量 要做新的規劃 因為憲法留白啦 好 因為憲法留白 所以本席畫了一張圖 最後 本席認為 在考試委員 在考試委員 如果還要這麼多人的時候 考試委員沒有道理 去 用考試委員的身份 就要主導國家的人事行政決策 憲法也沒有規定 而且憲法已經被變造 因為全訓部部長 考選部部長 跟保訓會的主委 跟他們一樣大 權力跟他們一樣大了 可以變造了 那可以變造 我就把它變造成這樣 考試院會議 將來的組成了八個就夠了 包括誰 包括院長 副院長 包括考試委員會議的召集人 跟副召集人 這四個人都具有憲法的 考試委員的身份 那非考試委員 既然可以參加考試院會議 那麼我們就確認 全訓部 考選部 保訓會 再加上退府基金監理會的負責人 他們的首長 他們可以參加 作為考試院會議的成員 所以將來考試院會議 可以參加的考試委員 就是院長 副院長 跟考試委員會議的召集人 跟副召集人 如此這般其實意思也就是 在我們國家 考試委員其實四個就夠了啦 三個也真的就夠了啦 沒有壟斷的問題啦 你們之所以想到壟斷 就是因為現在這些點式委員都壟斷 你們就覺得人更傻會更壟斷 點式工作 全國所有的學者專家都成為你們點式工作的負責人 我們有大專聯考 我們有高中聯考 我們都可以用大考中心 我們都可以委託學校考試 都非常公正 誰說一定要你們考試委員當點式委員 才會公正啊 那就是小池子裡面這些委員們 長期做國家的點式工作久了 心理上看盡了這一些壟斷 才怕人更少會更壟斷 假設 我們回歸憲政體制的正常體制的時候 全國所有學者專家 都是你們作為點式工作可以負責的對象 哪有壟斷的問題